肯定就是成為你們最好的中間了 好 第二個是什麼呢 好 你看 故事寫的下面第一句話 所以你可以看標題會是什麼 夫妻之間容不下任何的懷疑 互信互信互信互愛是非常重要的題型 對不對 所以這個第二題的空格應該會是什麼 是認 欸 好棒喔 好強喔 真是厲害 那其實夫妻關係是不是容不下任何一顆沙子 是啊 你們相信今天的這兩天那個新聞那個香腸是上去喝茶嗎 不是 欸 什麼有人問暈眩嗎 還有一個禮拜五次嗎 不過我看到她的太太就站出來 對啊 喔 真的是很感動 很感動 真的是很感動 好 所以呢 好 這是一個提醒 更是一個什麼 祝福 五 信任就會帶來祝福 各位弟兄姊妹 信任就帶來祝福 非常重要 要學習去彼此信任 我相信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這是一個彼此的信任 可是你要記得 牧師把第一個放在什麼 是放寶告 因為已經學習把你的另外一半交往在神的面前了 你學習把他交往神的面前的時候 你就要學習多麼信任 我跟王牧師交往的時候 在神學院的時候 你看 他人又親切對不對 去各個教會實習的時候 我們各自都有各自的粉絲喔 不是他有粉絲而已 我也有粉絲喔 請不要你 真的還要信任啊 真的就是要信任啊 真的啊 因為我們 我們神學院有 之前喔 我們那個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不成功的條例 叫做呢 實習違規 什麼叫實習違規 就是你跟教育的青年談戀愛 你在這個教育實習的時候 你不可以跟這個教育的青年談戀愛 你離開之後 OK 欸 啊 就像實生鏈一樣 欸 也許啦 也許有點像 嘿嘿嘿 一定關係 the doctor and the patient 哈哈哈哈 對 而且這個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喔 而且 欸也因為有這個條例喔 有時候我們會互相的去 去提醒喔 去提醒喔 好 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喔 好 然後呢 所以其實在這個當中 我們會看到 我們剛剛所讀的這一段經文 以弗所書 他說什麼 還有 除了是一個祝福 更建立在一個什麼 尊重 我尊重你 我相信沒有一個男生會送的那女生 每一天都在懷疑他 你知道你喜不喜歡我 你是不是對那個女生有意思 你剛剛為什麼對女生那個女生多看了一眼 沒有一個男生送的 也沒有一個男生送 那後面啊那個男生緊迫盯人 24小時 那一天到晚送了一大堆花 然後把他辦公室都擠滿了花 那個叫燒錢 我的意思是 其實是一個信任關係其實就會帶來一個尊重 因為基於信任關係你的行為上面 你會去尊重每一個人各自要你的一個領域 包括即使結婚之後也是一樣 包括即使結婚以後也是這樣子 或是對我也很信任跟尊重 像比如說 其實聖地讓我們在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階段的時候有不同的一個恩詞在 以前我對教育是非常有興趣 我是要去做教材的寫作者 我本來是要做教材的寫作者 然後後來呢 因為那時候馬接醫院在缺禮拜天的一個神學生 然後可以講到的 所以後來我就去那邊去幫忙一年 然後就是禮拜天 禮拜六禮拜天 他們下班之後就是開始我工作的時候 對 院護人員下班之後就是開始我的工作 然後我要跑好幾個病房 在那邊一年的時間 然後呢 禮拜天早上要負責講道 開禮拜堂 然後之後呢 到下午就要為他們去有來的 就去關心他們一下這樣子 那所以對醫院這個區域 對我來講是不陌生的 不陌生的 而且那時候馬接醫院 我們是在待待的水分處 那時候當時候的安寧病房的示範中心 就是我們今天醫院 是全台灣第一間示範中心 就是在那個地方開始 他們是一整棟的 像一棟別墅一樣的一個示範中心 嘿 而且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誒 來到新一家之後 開始去醫院帶團企了 你知道醫師百分之九十是什麼 男生 那王牧師也很信任 對不對 然後去開會的時候 也是八成也不是男生 因為是主管系的 所以裡面的護士齁 我都會同理他們 他們會說一句話 他們是多數的弱勢團體 你們該了解這句話嗎 多數的弱勢團體 護士跟醫師的比例是5比1 可是主管的比例是8比1 8比2 8比2 這樣有沒有差距很大 所以他們是多數的弱勢團體 其實這是一個信任關係 跟互相的一個尊重 互相的一個尊重 好 所以呢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喔 我們剛剛讀的這段 紀錄遺物所說第五章 保羅他用夫妻的關係來形容是什麼 要哪一種關係來做給你 基督和教會 有沒有看到 基督和教會 那其實談到就是一個 夫妻關係當中的 彼子宿主的一個關係 而且是用什麼 基督和教會 所以這兩者一定有 非常重要的一個記號是什麼 就是上帝的恩典跟立約 上帝的恩典跟立約 夫妻的關係會跟人家不一樣 在教會裡面是有神的恩典 上帝的祝福在裡面 還有是一個什麼 立約的記號 我們是守一個謀約啊 我們在婚禮的當中 不是只有我跟你耶 還有誰 還有上帝在我們的當中 做一個誓約啊 所以婚禮當中最重要的是在於什麼 誓約 整個婚禮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那一個誓約的過程 有些人說 新娘子進禮堂的時候 牧師都會陪喔 像嘉惠他在高雄 牧師也告訴他 我會陪著你 我會陪著你 我他心裡就很安心 我告訴他 牧師會在旁邊陪著你啊 陪著你啊 要怎麼踢啊 要怎麼走 我都會跟新娘子只講一句話 說今天就是遮你最大 之後 然後我現在做人家的氣 今天是公主 以後是皇后 沒有 以後是家庭 皇后要管你家財啊 很辛苦的耶 所以公主很辛苦 誒你今天就慢慢的走 你急啊 你反而會跌倒 你反而會踢不起來 記得喔 慢慢走 然後裙子一定要踢錢 慢慢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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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自己 真的 你假如要踢往上踢 慢慢的走進去 沒有辦法想像 你穿上去你就知道牧師在說什麼 好 所以其實這個關係當中 這個四約注意喔 不是只有男女雙方 還有誰 上帝 還有牧師 還有與會的人 都參與在四約當中 所以每一次要來婚禮的時候 牧師一定要認識這對新人是誰 我至少都要求要兩個小時 來跟我講話 至少兩個小時 你放心好了 我每次約 第一個小時的時候 大概要搶了三個小時 他們才會回去 我都跟他們約一個小時 可是他們都會越講越多 因為我們還會講一些別的事情 他們會講一些別的事情 然後呢 第二次呢 我就知道 他們就知道了 後面的時間都不可以排 他們都想到 比如說像我們的青年 他們就會排聚會前一個小時 哇糟糕 我沒說 怎麼辦 他那天就不去轉棋了 因為有些東西就是開了 話開了 就會想要把他講的 好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上帝跟牧師還有與會者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要記得喔 你去參加婚禮的時候 你要參與在他們的四約當中了 了解嗎 就像我們參加每一個洗禮 我們都參與在他們當中了 我們都成為見證者了 我們有參加束縫的 有 你們大家都是見證者 特別是參加幼兒喜的 各位 你們要陪伴這個孩子長大 當牧師說 當牧師說 我們都要成為他的一個什麼 屬靈的長輩呀 直到什麼 他再一次長大成人 在上帝的面前做堅信禮 所以要是那一天有幼兒喜 請你心裡想 牧師說的這句話 這個孩子也是我的責任 記得囉 記得囉 好 不是只有這個父母的責任而已 還有媽媽什麼 所有參加四月的 所以以後我們參加婚禮的時候 請各位同學記得一件事情 你們也見證了他們的婚姻了 你們從今天開始 你們就有責任 要為他們的婚禮祷告 好 責任大不大 好可怕喔 現在這個婚禮都要討問一下 這個人夠不夠手才要去 好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喔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是要為每一個 我們所做的都要負責任 就是要成為要關心 了解嗎 好 所以其實很重要的信仰告白是什麼呢 在這裡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呼吸當中的婚姻 好 這個婚姻是誰所配合的 是由上帝所配合 你去承認誰是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 好 好 在這個世上的日子 你要常常以什麼 溫柔端莊 男生也要溫柔端莊欸 你們看過男生那種 欸就是 應該說什麼 溫柔端莊 男生如果不自己去自重的時候 所表現的行為會變得很熟練 親服 男生有些會變這樣子 你注意去看喔 有些男生覺得 反正他已經結婚了 他太太是他的了 有些動作就會變得很親服 所以為什麼說溫柔端莊是指雙方面都要 雙方面都要喔 因為你如果不尊重你自己的時候 別人也不會尊重你 就會認為你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今天我們今天看到靈內相長的事情 也是這樣子 這樣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一個案例 一個男生如果他不尊重你他自己的時候 他認為他是可以的 所以他就允許別人介入到他的問題 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好 所以呢 所以讓他來照顧 用溫柔端莊來照顧你的妻子 還要怎麼樣呢 敬重他 幫助他 建立什麼 基督化的家庭 然後第三點就是什麼 要尊重他的家族 為你的家族 做你妻子的本分 不好意思 這個三跑掉了 第三個是要尊重他的家庭 為你的家庭 這個三跑掉了 不好意思 好 所以呢第三個是很重要是什麼 條件呢 剛剛講的第一個是禱告 第二個是信任 第三個是什麼 好我們看第一句話目是怎麼寫 而且站在上面和眾人面前的誓言 有眾人的祝福 還有雙方共母眾人的養育 要滿懷感恩 最正的那你們是什麼呢 感恩 為什麼那個婚禮最重要的事 哪一個 事約 事約 那時候你好 可能剛剛 剛好走出去 事約 事約是最重要的 OK 好 所以呢很重要 你要心懷感謝 感謝什麼呢 感謝你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是誰陪伴你 是你的家人 好 這裡有一個罵號 在婚姻當中要常常有感恩的心 只是難免 但是要記得對方所為我們做的 這個叫做感恩的帳戶 感恩帳戶 我們都有銀行帳戶對不對 裡面存什麼 還有人存美金 還有人存黃金 好 那你的夫妻關係 當然要存一個東西 叫做感恩帳戶 男女朋友也是一樣 感恩帳戶重不重要 你才有機會人家的 他得罪你的時候 我想到他對我還是很好的 那個叫做感恩帳戶 就是從那裡扣的 如果你的感恩帳戶是 如果你是戳戶 如果佛的話那慘了 那就是任何一根稻草都可以把他們壓死 意思是什麼 你還常常有去紀念說 欸 其實他對我還是很好的 然後有些縮途在的時候 譬如說啊 我跟黃布斯會不會吵架 也是會啊 可是我都覺得大家很好 怎麼樣呢 我最討厭倒垃圾的 我也不喜歡洗碗 我已經負責煮飯了對不對 對 對 需要麥克風嗎 了解嗎 是互相的 不論現在找到人做了 像西蘭聖文家麥克風的工作 然後我們家是洗衣服 還有練衣服 都是黃布斯在做的事情 然後呢 洗衣機洗啊 可是還是要有人分類啊 然後把它分類對不對 然後你要挑對洗衣精 我現在跟你們推薦 很貴 很貴 不是 不是 Costco唯一進口的 所以它是獨家進口的 那個德國的那個 超級貴 超級貴 一罐599 特加499 可是加到100年才一次而已 現在都沒有了 我那次應該多買幾罐 別人一直推薦我啦 可是我就是覺得太貴的太貴的太貴的沒有用 後來呢 就有人說要買 然後我就給它 好 現在幫人家買自己買過來用看 超好練的 超好練的 連那個齁 男生超級錯的襪子 洗完都很像啊 超級錯的那種T恤 你要知道我們家是兩個青春起的男生 那一回來齁 從門口一走進來 齁 你們學校的老師就知道 超級貴的男生的味道是什麼樣子 問司機問司機就知道了 司機用冷氣可以吹呢 整車的消失 整車的消失 是不是有些是因為它有加香精 可是香精其實對了 它不是香精耶 它是德國工業的 它是德國工業 百年工業研發出來的東西 它裡面沒有 真的是超級洗淨力 對 而且更強的是 只要扮個杯蓋 可以洗一枕筒 好強喔 然後我就把它稀釋啊 它看起來是綠釋 可是它稀釋整個是玩樂之破 我牧師今天很便宜好適合打電波電 對 哈哈哈哈 沒有穿著 沒有穿著 手筆 然後一叫做日本的那個 然後下個點款 然後這邊是 18點 分齊的價錢 有有有 有人說現在牧師要寫一個部落格 叫美食部落格 還有一個好物部落格 還有食譜 食譜 不服 真是服務正業啊 哈哈哈 手筆也用手筆比較喜歡 手筆 對啊 有啊有啊有啊 有人都會要求我寫師傅 可是師傅就覺得 其實也沒有什麼 我都覺得那個沒有什麼 就只要東西夾下去 就這樣做一組就出來了 對不對 對 你直接夾下去就好 對啊 是 對啊 就是一道料理啊 就其他東西 你不能吃我 一道 只要你一道料理就對了 都不會聽過有吃過牧師主的東西 一方有吃過牧師主 他在剛剛吃的時候 他最可愛的 只要那個幹事很客氣的話 就沒有下一次了 很客氣的就說 啊那是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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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這樣給你下一次 那裕方最好 裕方說 就有一些食物可以吃 不一定是美食啊 但是至少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很重要 好 我們怎麼怎麼這麼多來了 好 OK 這很重要 好感謝 你要常常去出你的感謝的帳戶 所以呢 也從我的時候就會想到 嗯 這個老公還不錯 還會幫我洗碗 其實我們洗碗的條例 是從在成學院談戀愛就開始了 有時候禮拜六學校沒有開活 我們就自己煮飯 我在女生煮這個煮飯 然後我一起拿到 比如說公眾場所的地方 比如說學校的客廳 看電視的地方 然後呢 他就會負責把鍋子 碗 牌子全部都洗燃機 然後再拿給我 嗯 好不好 好 對啦 應該的 對不對 真的 還想吃雲到就要這樣做 這是要感恩的帳戶 男生要多學一些 誰 好 那是你們彼此協調好就好 而且他幫你留穿頭髮 對啊 你們兩個協調好就好 他每天洗頭髮 他媽洗頭髮 對對對 這是你自己給他要求的 好 所以你要常常去想說 欸我能夠為你做什麼呢 欸我為你做什麼呢 這個就可以累積改恩帳戶 而且要記得別人對你們的愛 好 第四個非常重要的意思 愛是什麼呢 愛是恆久忍耐又恩慈 我很喜歡這一篇 我也很喜歡改寫之後的這一篇 好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對不對 好 恆久忍耐要被對配偶要常常怎麼樣 忍耐就是什麼 他的原文意思就是耐心啊 耐心 困不困難 困難 困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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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女生喜歡關肩人生要不要陪 不用 不用陪 女生那邊女生陪就好了 不要帶女生去 你知道很多百貨公司喔 像在台北有百貨公司 他們現在有一個區域喔 叫Stand Park Area 就是一個area 那個地方全部都是男生在哪裡 對啊 然後那個旁邊就是一些手機袋 然後呢 他們男生就聚集在一起 那些桌子 然後旁邊應該有一個充電器 好貼心 好貼心 然後就是在那邊玩電腦 玩手機 啊你先去逛街去哪樣東西 買一買就拿來這邊走 那個人就在那邊等 因為要等候區 到底為什麼要人在那邊等客座歌 對啊 然後幫忙也是打電動而已 我在幹嘛 哈哈 他們好像很好回家 不是這個 他們是有時間出門啊 有接送的功能 對啊 接送 接送啊 你就不要停車了 對啊 然後看東西 對啊 然後他也 有附險的功能 就是 沒有卡片帶著就好了 嗯 給他買一套復考給他 好 這樣把女生小的太施功能了吧 對啊 沒有啦 其實有時候就是出去約一約 各自買自己的東西 通常男生都比較早快買完自己的東西啊 嘿 不小心的人看東西 覺得東西就是比較快嘛 啊女生就是要謹慎思考 因為我們有重重的困難 就會被吃走 嗯 對 過了一句又過了 有點過癡 對 他可能去的時候去一起吃飯 然後才去逛這個流程啊 對 就是會這樣子 所以那個等候區是很貼心的設計 對 因為等候區 他平原來沒有設計是給男生或是女生 對 只是不小心後來變成男生拒絕的地方而已 對 他們很好啊 他們像互通有無啊 互相交友一下啊 交朋友啊 對 對 所以 所以呢 第二個 又有恩慈 要對配偶溫柔又貼心 第三個 不嫉妒 愛是什麼呢 欣賞 好 這個是很正面的話語 你要去欣賞配偶的優點 你知道嗎 有一些的衝突啊 像我們去遇到的有一些是 女生 男生他們同時畢業之後 他們都在同樣的領域工作之後 結果後來女生賺的錢比男生多 慢慢的就會發生一些衝突了 所以即使你要去欣賞 你要去欣賞配偶的優點 你不要去嫉妒他 其實另外一個方向就是你去欣賞他 好 這一點其實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好 再來呢 不自寬 不對配偶存有什麼 優越感 不自寬是不對配偶存有優越感 你會不會對他覺得 嗯你看我就比你有選 有時候是不自覺的 有時候是不自覺 我要說的是不自覺 因為已經熟了 在一起太久了 慢慢的有一些的 就直接表現出來了 特別如果有一半 如果剛好被裁員 工作一段時間又衝突 其實那一段時間 都會發生很多的家裡問題 男生在家裡久了之後 就不想出去找工作了 我遇過最多的 有一個是在家裡經兩三年 他太太很累啊 太太很累啊 就算出去工作也好 不要每天回來就是敲著二郎腿 在等他太太回來 然後要批他太太 為什麼這麼累啊 其實對那個太太來講 壓力也很大 OK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好 所以其實這個優越感 有時候是不自覺出來的 不彰狂不對配偶 說出令他怎麼樣 害怕的事 好 不做害羞的事 大家起來說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麻煩會有其後的事 嗯 嗯 這件事情清楚嗎 嗯 嗯 所有事情都可以坦然在他面前說 當然是 如果是公家的機密的話 可以當別的問號 好 再來呢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看重自己的需要 大過配偶 不輕易發怒 不輕易對配偶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不計算配偶的什麼缺失 吵架會不會把民國 吵架會不會把民國 然後唸唸唸唸 算舊這樣的意思 不去計算他的過失啊 缺失啊 這個是最可怕的 不喜歡不義不 願意不合乎正道的事 只喜歡真理 用真理來對待配偶 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常常對誰的要求最高 最輕易的人 你對你的朋友 對你的同事 用一個很寬容的心去對待人家 可是你往往用最高的標準 去要求你的另外一方 特別是相處越久的人 正是我們要很小心的地方 凡事包容 凡事怎麼樣呢 接納 接納的配偶 再來凡事相信是什麼 信任 接納跟信任 好 凡事盼望對配偶心存盼望 凡事忍耐對配偶心存忍耐 愛是有不止息 對配偶的愛怎麼樣 超越一切 超越一切啊 一生一世不停不止 超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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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沒有沒有這個是指南米之間 我跟你講喔 我跟王霍師結婚之後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通路是什麼時候開始 小 王霍家出來的時候 我真厲害 而且呢因為我們兩個是 我們是什麼 我是餵母男 所以妹妹 第一次跟我一起睡 然後呢 爸爸就會覺得 會喔 會喔 所以男生會吃醋喔 對 所以女生 女生你不要太緊張說 啊我的男生去哪裡去哪裡 你一個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我就覺得欸 好像太太是被小孩子給搶走了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欸 孩子是共同有的啦 是要一起服養的啦 所以王霍師都會跟別人講說 除了餵母奶之外 我其他所有事情都會為小孩子做 記得喔 男生就記得會講這句話 好啊好 除了餵小孩子吃母奶之外 其他所有事情都會做 然後換第一個月 路加就是 都是爸爸洗澡的 哇 本來就是了你看 為什麼呢 因為有的是 有的是婆婆洗 爸爸洗 但是王霍師會覺得她要洗 因為其實她的手 男生的手很大啊 她一抓就幹嘛 她那兩個耳朵就這樣夾起來啦 因為就是怕那個水會跑進去嘛 你知道嗎 那個 拼了跑在這裡 脖子在這裡 身體在這裡 這樣一顆而已 這樣多小就多 就是這樣洗的喔 寶子 你也是猴子嗎 不會啦 雖然一開始覺得她做巴巴不是很好看 可是你覺得每一天越來越來 真的 你現在人會把你泡在水裡面 泡個一兩百遍 九十一遍 那你出來會做巴巴的還是會怎麼樣 不要講多少 你一天在游泳池 男生 你們去一天游泳池 會泡足八個小時 沒有 有 不可能嘛 去游泳池裡 你如果一天去泡個四五個小時就很多了 嗯 沒錯 或者上午四個小時 下午兩三個小時 也不可能那麼久啊 你起來 你不這裡 不是只有就有坐著 你要想多少 你去洗澡 在那邊玩水 像我們小朋友玩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手都坐在一起了啊 嗯 對不對 你能夠要強你的小音樂怎麼樣 知道嗎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這是一個 互相學習的地方 對 男生需要學習 女生也需要學習 然後呢 可是我覺得王牧師很好的地方 他察覺 然後他造詩 他告訴我說 嗯 我覺得喔 現在你的心目中喔 孩子最大喔 嗯 那就多注意他一下 對 所以呢 第三個小孩 我們是掙扎了很久 沒有 他沒有掙扎 王牧師完全沒有掙扎 就是一樣我妹妹 我是掙扎了好多年 所以才會隔那麼久 才會隔那麼久 因為 因為其實女生真的很辛苦喔 你一個小孩子 你大概要到他三歲才可以脫手 三歲 至少要三歲 他才能夠完全 他就可以才可以鼓勵自主說 喔好他不一定要你的媽媽 他才可以說不要你的媽媽 其實是大概要三年 所以兩個小孩加起來就六年對不對 現在已經四歲了嘛 所以終於就是一個人 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過程 所以男生也要去一起去體會 女生的一個感受是什麼 要陪伴他 希望我們贊助教會的弟兄 都可以像王牧師這樣說 我的太太除了為母來以外 我其他桌也都會幫他做一點 還有一件事情男生很棒 王牧師很棒 幫小朋友洗屁股 洗大便 洗大便 我只想說是你麥克風做耶 我跟你們說啊 第一個月 第一個月 小朋友每天大便可以大便四次以上 第一個月 好恐怖喔 喝母奶的大便多啊 喝母奶才會吸收才會都一直出來啊 而且是黃金便便超漂亮的 而且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問題就是你要洗啊 沒有什麼味道 黃金便便 真的是黃金便便喔 沒有那種綠色 沒有那種褐色 那種大人的 完全沒有 就是金黃色 因為母奶是幾乎完全吸收掉了 那就是有點像那個水水的這樣子 然後整個就是 但是為什麼用洗的 要用濕紙巾 那個就有酒精 或是其他什麼東西 或你就是要買好一點 一定要買嬌生很好的東西 因為小朋友真的用洗的 我們都是用洗 而且用什麼洗 清水 那一洗就要脫包包 屁股啊 屁股啊 不是 我是只穿包 上面的話它有那種 那種包覆音喔 它那兩個扣子可以夾到肩膀上來 夾到肩膀上來 然後就洗地骨就好 就要用洗的 就要用濕紙巾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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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也不可以這樣子啊 嗯 就是 夾起來夾上來 然後之後洗屁股 小朋友屁股要盡量用洗的 不要用濕紙巾擦 會去搞到 然後搞的就是會夾 那個便便啊 什麼會夾到那個屁股的縫隙啊 兩顆大便便的縫隙那邊啊 因為小朋友 就會慢慢的就是 兩個角色 因為他那個的話會容易被產生濕疹 小朋友的皮膚非常的脆弱 很細緻 都沒有跟你講這麼實際的事情 這個家裡有姐姐有小孩的 大概就會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婚姻就是這麼實際 今天明顯聽起來就是全敗 什麼東西 全敗 全敗 不是不是 欸這個是要讓你們知道 這些是很實際的 因為之前有姐妹來跟牧師說 牧師你可以有機會跟我們分享這些 實際的婚姻生 不要講理論的東西 理論呢 你在網路上面就看到很多了 而且還可以給你 這一篇故事 給你們這一篇文章寫的更美 更豪華的文章都有 對 所以其實這是很實際的東西 這個就是生活當中會去遇到的 包括小孩子要學習什麼 會不會有衝突 要送私立學校還是送公立學校 會不會有衝突 會 你本身是讀私立學校一直長大 你就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你本身讀公立學校 你就會覺得公立學校就很好的 或者是說 我以前家裡就是沒有錢 可是我好想讀私立的 我一定要讓我的小孩做私立的 私立才是好的 會不會有這種迷失 也會有啊 他這會不會是衝突 會啊 所以到最後就是一定要什麼 溝通要協調要尊重要信任 然後為你的孩子來擔告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你來看 牧師給你們十個小提醒 第一個 不管是私下或公共產活 一定要學習去讚美他 肯定他 談戀愛的過程也一樣 這很重要 再來就是你要去欣賞 要表達 表達感性 你說牧師怎麼辦 我另外一半都做不到耶 好討厭 你可以學習你自己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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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表達你的情 情願的時候也會注重氛圍 可以培養他 我們以前在神學院讀書啊 是窮學生 窮學生 可是生日或是結婚週年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去洋蔥 洋蔥 對 孩子要用你的洋蔥有肉去吃過 家裡現在有 家裡現在有開賣也有了 是光三月的 嗯 然後呢 就上個禮拜喔 那個台南的洋蔥開了一段時間 一直很想去吃 然後那天我們去探訪會有完之後 牧師就說 嗯 我們去吃下午茶 然後就上網查查查查 喔好 太好了 下午茶的時間又比商業午餐更便宜 因為那平常是七道菜啊 你看每次要五六百塊以上 而且還是這樣 好吃 嗯 還不錯 嗯 要會點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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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反而就是要會點啊 就是常常就是這樣子啊 對 好像也是這樣子啊 Friday也很好吃啊 也是要會點啊 你那麽多道菜你自己也要會點 對 不一定要吃牛排 舉飯也很好吃 畢烤飯 哇 洋蔥 洋蔥啊 Friday我們這邊沒有 我們這邊沒有 Friday Friday是就是 就是譬如說他有套餐 你可以什麼東西點幾樣 錢點點幾樣 那其實好不好 這是在於你點的 會不會是你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還有白點要多點人去 至少要四個人去 可以去share 你可以點幾樣多樣的東西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王護士也會覺得這個時候 也是需要盜賣一下對不對 是 這個很重要 還有呢 我的習慣呢 我以前考試 或是寫功能完成 我跟他買一桶 他跟大司的比起 我前提是窮學生喔 記得我前提是什麼 對不對 對啊 我意思說大考完了之後 一桶 寫完一篇大目了之後 一桶 喔好開心喔 對不對 不是很享受嗎 本來就是享受啊對不對 好 所以第四個你要有自己的人生觀 培養共同的一個價值觀 像我牧師最近喜歡跑路他就會壓我 好啦 壓了很久之後 終於去陪他跑了一次 他就很開心的在那邊PO我 我說我終於陪他去跑了 你看男生就是這麼容易滿足 很好啊對不對 所以就是 就是有一些共同的理由目標在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女生也是 就是你對他甜言蜜語溫柔對待就好了 了解嗎 那男生其實他們有一些想到一起做的事情 偶爾配合他們一下他們就很可惜 對啊 好OK 有OK就不錯了 對對對這男生很實際 好很好 沒有我我都沒有 他不賣戳嘛 還有學習吵架 學習吵架 學習建設性的解決衝突 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最怕的是來的時候說 不是我們都不會吵架 這個我就覺得很擔心 有沒有 沒有他說的都對 那個男生都說 女生說的都對 這個就是更慘了 因為結婚之後男生就大便利 這個最可怕 對 真的喔 很多衝突都是這樣子開始的喔 欸 節目前然後對女生都百力百順 什麼都好 什麼都好 沒有起衝突 沒有吵架 什麼都好 沒有啊我們都不會衝突耶 或是我們都不會衝突 這個我最害怕的 真的 我會問他們說 那你們怎麼吵架的 怎麼去解決 解決吵架 解決衝突 這一點更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交往的時候 如果男生都不會跟你吵的話 那個很恐怖就對了 對 你們完全都沒有公平有的意見嗎 所以沒有公平有的意見嗎 你們完全沒有意見分枝的時候 他都不會生氣 我的意思只說 如果意見不同的時候 你們怎麼去處理 他沒有表達意見 他沒有表達的意見 他沒有表達的意見 他的表達只是覺得說 隨便你啊什麼都好 反正不要吵架這樣就 他心裡有一種 是刻意去壓力 就說欸 也許我說出來的 可能會是一個衝突 所以男生有時候就選擇不說 而且男生老懶得吵架 有沒有 對不對 牧生們講對 他結婚之後會怎樣 結婚之後就不一定 那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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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題目擊不對的話就吵出來了 對不對 真的 男生會是選擇性的 所以其實要學習去衝突 學習去處理意見不同的想法的時候 怎麼去面對 要怎麼應當 沒有 很重要就是你要建立一個開闊的 分封尾 就是說 當他跟你有不一樣的想法的時候 願意讓他去說出來 這也是很重要的 你我應該聽得懂 故事再講一句句話的意思 沒有啊 不是 所以說你要給他那個空間 是覺得他說出來是安全的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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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就說欸 欸 你可以給我一些意見嗎 我覺得 嗯 我自己對這件事情不是很有把握 或者是說我這件事情 你先覺得自己好像有點當當 需要男生提供一個意見 男生就會像勇士一樣 說出他的真正的想法 然後 會不會打槍 打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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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拜託你叫做他意見 他這件事情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他說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給他一個感謝 謝謝他給這個意見 然後以後你不可以再拿這些事情說 你的意見就是跟我不一樣 絕對不可以 不然那以後就覺得 不會再講真實的話 真的 這個我都看過好多次了 我覺得好像在教學生喔 我沒有這個意思啊 不是啊不是啊 我說那我感覺就好像在教學生 說實話的感覺 對 我的意思是指說你要去 教學生說實話 因為是說這是常 因為你要想 我們以後要相處於一輩子的話 你如果這個基本的意見 你的心的關係沒有接力 願意說出真實的話 沒有接力出來的話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才會說出真正的話 然後累積了好多東西 然後一次給你報出來 男生不是沒有意見 相信我 男生心裡有很多意見 而且可能心裡講的意見 都跟你心裡講的不一樣 所以要建立一些彼此信任關係 引導他 也許有一些意見 其實你真的是不太確定 你讓他多說一點 或者是在 男生最小還是什麼 買電器用你的給人看意見 還有有些男生是有在研究手機的 你就問他說 欸這次那樣要換手機的人 你給我一些意見的人 不過當然不要說 大家給你意見之後 你買了另外一隻 聽說那個人後來也被罵 好 而且其實這次 這只是一個參考而已啦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對 然後比如說 買鞋 記得喔 女生選鞋的時候 會喜歡說 欸你覺得男生比較好看 你一定要說 每一雙都很好看 穿在你身上 每一雙都很好看 女生 這個時候女生真的就是要聽意見了 欸我覺得你這個什麼配什麼好看 要講實際的 你不要說這雙好看 欸我覺得你這雙配起來 感覺怎麼樣 會不會覺得很好看 啊如果說這個鞋子配什麼覺得 欸很實際 實際的例子 欸你們男生就是很實際的人嘛 你們就講實際的給我們身體 那女生這個上網買鞋的時候 有時候會沒有理性 前往不可以服鞋 你不可以服鞋子 你不可以服鞋子 你會去看 一夫妍女生買鞋子 然後越看越多 而且會看得很久 所以要素贊素絕 有時候這雙最好看 買下去 沒有 那好像我 經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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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女生有時候就是 兩三雙在選 就是猶豫啊 對不對 欸 欸 欸 不一定他選了 你選的那一雙也沒有關係 至少 欸 有一個參考知道 他至少知道 你喜歡的是哪一種型的 以後他在買東西的時候 即使你都在他旁邊 他也會知道 喔原來你欣賞也是這種style 那如果以後你真的要買禮物給他 你也才會選比較正確 比較 比較去抓到他喜歡的類型的東西 了解嗎 所以跟女生逛街也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跟女生逛街也是很有意義的 哈哈哈哈 可是如果自己喜歡的跟 男生不一樣 男生喜歡的在差太多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那就當然選你自己要買的啊 你可以告訴他 你可以告訴他 我欣賞這個地方是在哪裡 你可以問他 你欣賞這一雙是在哪裡 你可以了解他欣賞是哪一種類型的 就是我之前認識一個男生 他喜歡女生穿超辣的 然後他就 那你們兩個完全不同類型 就不用考慮了 對 我快來了 這完全不用考慮 男生喜歡看病的女生穿超辣的 哈哈哈哈 不是喔 可是他也要穿那一種的 就不用考慮了 嗯 因為你們的子完全不一樣 你這個再怎麼去容忍他 你以後一定會受不了 對 因為根本就不是你的 還是要講出來 對啊對啊 因為完全就不是你的 對 每次去逛街又吵架 他說這件很好看 我說你有病 哈哈哈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其實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嗯?為什麼啊 你為什麼會想這個 你可以說奉承貴很重就好了 哈哈哈 那你可以說 嗯這個不適合我 那就好了 沒有心理啦 心理都會覺得 然後那表面上說 喔我覺得這不適合我 啊對啊 心理好就覺得 哈哈哈 那你們根本就不適合在一起 哈哈哈 因為完全不適合嘛 就是一些價值觀 那有些東西的價值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還有女生千萬不要想 我一定可以改變她 男生也不要想 我一定可以改變這女生 千萬不要改變 你們要學習去接拿 好OK最後了 愛 好這裡東西自己看喔 請聽分享 還有呢 紀念日還有包容 好再來 結論 愛永遠不嫌多 愛要怎麼樣 常以為虧欠 常常以為虧欠喔 羅馬書13章句發解 愛永遠不嫌多 愛要常以為虧欠 還有愛要怎麼樣 即時 on time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生日的時候 你不是520生日嗎 蛤 不是我5月11號生日就過了 哈哈 那誰 哈哈 對這是什麼 即時 好 母親節的吃 母親節大餐也不要說到父親節說 我們父親節跟母親節一起吃 這個媽媽會很生氣 這個可以 父親節媽媽就不要再請爸爸再吃吃飯 好 所以最後他說 能愛神就能取喜愛人 愛是一種怎麼樣呢 互惠的關係 彼此相愛親密關係就會予以真親密 好OK 可以嗎 好 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要為基因更實際的 就是還可以跟我們再分享 好 那我們一起來禱告 現在天父謝謝你愛我們 給予我們真的美好的夜晚 彼此來分享 謝謝你讓我們學習 在男女彼此的交往過程當中 讓我們學習彼此尊重 也讓我們學習 隨時將對方放在禱告當中 主啊是的我們也相信你為我們 預備那最適合我們 我們也最適合她的另外一個伴侶 讓我們學習彼此尊重 彼此接納 更學習愛的功課 因為有你在你的當中 來幫助我們來辨別 來審思 來察覺 並且讓我們學習 來尊重跟信任的關係當中 我們的愛的關係能夠日益講聲 謝謝你 讓我們回去的腳步已經順利 謝謝你 先要感謝鳳居聖明球 阿們 好 謝謝 謝謝 請大家稍微講一下 比如說你的想法是嗎 我覺得女生是新版的想法 讓我準備一個教練 然後用剩的來給我手 他們一定不會絕對不應該 你們就把藥物放拿 藥物放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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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在他自己的那我先下去 他的安全帽在我自己的 手捲你要做手捲 那你說要做 那我先 還在rolling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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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紅色按鈕按下去 紅色按鈕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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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笑喔 然後你的臉在正前方 對啊而且 嗨 紅色按鈕在哪裡啊 轉了不要轉喔 轉要小心到那個弟兄服務裡 紅色按鈕 因為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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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按下去 然後轉到 喔不就可以了 好 好 輕輕走喔 大家睡 流星 流星